有個個案給大家 關於布里斯本所謂的不良少女的問題 發展到極致 全昆斯蘭震動 上個星期有一件案件 非常悲慘的 上個星期四 在我們的布里斯文南邊 有個區叫做Logan 有一間房子發生了一件事 有個女人31歲 叫做Sara Mutch Sara 在窗口進入了這間屋 向裡面的屋主33歲的Stanley 撥電郵 接著點火 結果攬著死 Sara在裡面燒到變成燒豬 Stanley救回來 第二天重傷斃命 同時間Stanley的現任女朋友 在屋內 還有三個弟弟 他們就跑了出來 他的現任女朋友 受了輕傷 三個弟弟就沒事 都是五歲、三歲、兩歲 奇怪的就是 這個Sara 就是Stanley的前度的同居女朋友 跟他有一段關係幾年了 而這三個弟弟就是Sara生的 就是說要跟他六國大風上 要燒死自己的前任男友 還要燒死全家 這個Sara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之前 都在社交媒體那裡就說 他們現在六個月之前 六個月之前跟Stanley分了手 互相在法庭那裡指控對方有家暴的 你又說你打我 我又說我打 兩個都說 然後就是在子女的撫養權上面 就是打官司 但是法庭就判了給三個弟弟 就判了給Stanley 判了給一個男人 這個也是相當之奇怪的 可能真的女人 這個女人的暴力氣候很強 就不判給媽媽 就判給爸爸 這個Sara就在社交媒體說過 如果我喪失了這個子女的撫養權 我就一定要殺死她 已經說了 這樣事發之前那天 法庭就判了 第二天就帶了東西過來燒 整家都燒到沒有了 女朋友就受輕傷了 整家都燒了 三個弟弟就沒事 但是那三個弟弟 全部都是他自己生的 不是他自己生的 有一個不是那個男人 是他前度的男朋友 這個男人就是Stanley的 三個都不是 他只有一個 一個是他前度的男朋友生的 那兩個就是他跟這個死了的男人生的 Stanley 有兩個 三個只有兩個是自己的 其實那個男人擁有三個弟弟 其中一個不是他的兒子 他不會理會的 其實三個小孩 都是Sara生的 三個小孩 就是說這個女人 想殺這個前度男朋友的時候 有可能會殺死自己三個小孩 他都出這種辣手 因為他沒有了 他拿不到他們的保養權 即是他覺得他全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他不是愛他 他想毀滅他 包括自己的小孩 是啊 他很恐怖的 他計算一條數就是這樣的 這個Sara曾經生過四個弟弟 有四個弟弟 有三個是和Stanley生的 另外有一個就是 不知放在哪裏 但是這個臭女包 曾經最近都去一個網站找人捐贈 他還想生 還想生 他和Stanley分析 他還想生 澳洲也有一些人的 即是不良少女 十幾歲就已經搞大肚子 又不同 男人生了不同的弟弟 一個二個 有些就是幾個弟弟跟著他的 一個女人帶著三四個弟弟 可能都不同的老爸了 那就去找思華那裏 就拿這個社會救濟 每個月有幾千元也挺和美的 但是錢我都回來了 拿去吃煙喝酒又有 你不會把錢都好好的 賦予自己下一代的 住屋又住那些政府的房子 生活也挺優柔的 這個也是一個澳洲的社會問題 你有什麼特別的事想說呢 你會看到這些情況嗎 斯華 你自己本身 你會遇到這些個案 有的 澳洲有的 這些反而就真的在那些 非華裔的人似乎比較多一點 真的生孩子又不怕生 然後就可以拿很多刀 我老實說 華人就算你說他怎樣也好 他很少用這個方法 有父母管著 有父母管著 不是 因為是成為生 兒子 很虛仿 不過沒有辦法過這件事 我在香港 我以前曾經做過那些福利 就是那些 威風助理 我在女同院那裡做過的 做了 是的我在女同院那裡做過 那些威風助理 哇 那些女生真是頑皮的 你真是不可以上次 由11歲到18歲 他們真是 家裡就算家裡好 大多數都是家裡不好的 即是坐牢 父母吃白粉 是的 但是有些是真的很好 家裡的父母是醫生 律師 會議師 真是可憐 真是眼淚洗臉 女兒會這樣 這麼頑皮 反半小 我做了一年多 我真的只見到一個女生 乖了去回工廠 挺乖乖 又信教 其他那些很多都是 聽說死了 又偷東西 又再坐牢 其實是很難教的 有些他真是天生的 其實都是 所以我 是天生的心理問題 OK 當然 不良家裡是為主 不良家 不良家裡 他們裏面也有很多弟弟 是有很多自愛的 其實 但是他們 他們都是有 就是有這方面的 那個趨向 就是壞的 他們很壞的 壞得很厲害的 我說 我為何不做 因為我經常被他們騙 我經常被騙 我死都不信得他 我信不到他們 因為他們經常騙我 又騙我拿東西 開門給他們 又說騙他爸爸 媽媽何時來 又說帶他什麼 總之騙到我 我心裡不想做 我都沒有什麼作用 我不是真的做得到 幫到他們 所以我都是 離開了 不做了 沒有再做了 所以工資挺好的 但是那時候相對來說 就是工作的人工也很大 都是不行的 就是你沒有滿足感 工作滿足感沒有的 所以我對於那些所謂 這些其實不是 Single Mom 這些就是 我們香港人 叫做那些美婚少女